好家伙这是个大工厂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江苏省音乐家协会 这是古征 古征的11集 这是荣誉证书陈立元同志您创作的国画 经大赛评委会出评复评等等的获得一等奖 这姑娘太精修 太有才了 这姑娘 这姑娘是新时代的王语焉 她不光是琴棋书画 她居然还会赚课 而且她这个写的是西夏文吗 对对本科是在宁夏读的书 所以说我硕士的时候写想写篇论文 就是把西夏这些丢失的文化给 做一下宣传 你好像天龙八部里面的西夏公主 董老师你长得好像虚竹啊 来看看画 这是这么麻烦的 画得真不错 这只是你的艺术造业的一小部分是吗 对 来看看她的其他方面的学问 这是什么 这是做的一个巴洛克风格服装的一个设计 这是两个海报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板刻 这个是我最后硕士毕业的时候一个德功能插座 有企业这个采用吗 有 她的音频宣言是能干的事太多 这个我们已经相信了 因为丽兰我觉得你这个艺术方面特别有效益啊 是不是 不是文艺女生 文艺女神 但是而且我看到你还代表学校参加省级的越野范 对 她得了第三 是我体育方面从小可能是这个天赋吧 然后老是瞎溜达跟个小跟个男孩子似的 我这是慢慢一步一步对退化过来的 就是运动 我觉得我对于你啊已经是仰视了 她还有的 她还做膜拜吧 你趴下吧 她还做过茶艺师 贵的 茶艺师她也做过 德志体美了 她前面发展 然后还学了日语专业 对 为什么去学了日语 当时一来是没事做 然后除了学习 我当时不知道该干什么 因为当时有家里工作 我当时对恋爱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有兴趣吗 有一点点 丽媛你谈过恋爱吗 我谈过恋爱 什么时候谈的 是大学时候 她一直在做我的背后支撑组 让我一直在比赛获奖 就这样 而且你不光会撞 我想问一下 你背上的纹身也是自个儿纹的吗 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你都看到这 纹身 有一朵 我看着 有朵梅花 有什么意义吗 这朵梅花 感情 受伤 然后也各方面 最好碰到了 然后就刻了一朵花 那像不再失恋 感情一朵 是因为那个 一直在你背后 帮着你 或很多奖 跟一个男朋友 跟你分手 然后去刻的吗 去闻的吗 是因为她吗 不是 不是因为她那还有过别人 那是我 在我硕士之前 遇到的一个 朋友 因为我参加比赛 然后到毕业的时候 我想毕业了 我基本上是成功了 就是我基本上 就没有失败过 就一对一对 我相对来说 完成了我的想法 然后我是想要一对感情了 然后突然就碰到了 我也不知道她结婚了 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我知道 她结婚以后 我是这样想的 我当时考虑到 然后家里的 人家有孩子 还有家庭 我这样做 然后有反中国的常理 然后不去吧 但是这份感情 我一直放不下 就是一个小生 是很不想的 然后我获得这么多奖 然后获得这么多容易 如果我要去做一个小三 或者说是二奶身份的 然后我觉得 就是把我全面的东西 全部清零了 我所以心里特别矛盾 特别复杂 所以说硕士的时候 我又是又拼命地 进行了一点战斗 然后所以说 包括专利方面 或者论文方面 就是说取得一些成就来 弥补一下心里 然后就被这事断了 基本上是断了 彻底要断 不是基本上 一定要断 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 一定要在这方面 一定要把住自己 对 好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来吧 我们先让这样 我们先让那个 用沐延的话讲 叫做什么 女神 来吧 我们让她做第一轮选择 好吗 来看她们 这二家企业 那条新闻眼灯 告诉我们 这个企业你肯定不会去的 请准备 您叫营销 上到营销 我们掌声送张怀 进入发言管制区 告诉她为什么 您告诉她为什么 我一直在兼职做销售 所以说 我觉得没必要在全职做这个工作 好 来 接下来 余下的在座十个BOSS 看一看这位全能 能带来事情太多了的 女神 宠美人 去还是留 请选择 恭喜宠美人 以下的提醒灯 全部对你保留 现在来进入 天生我有财 来吧 各位宝宝 你是哪年 大约毕业的呢 我是 我毕业两年了 毕业 因为你做了两年 设计之后 又去做柴艺师 然后回又去做设计 这是怎么考虑的 毕业以后 零七年 我在等硕士成绩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一下柴艺师 柴艺师 那可能简历写错了 你是学那种 这个阳气奔放 有深度的那种 还有故事 所以就 但是啊 你给我那些信息啊 太碎片了 啊 信息有点掉砖了 就是 就是没有特别连贯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的职业啊 我就是职业 你现在想求职这个方向是什么 现在求职这个方向 其实我今天来这个求职方向是把 想把以前这些东西全部扔掉 以零为基础 然后进行音频的 还是一段新的挑战 就是设计相对都不干了是吧 就是以前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已经过去了 然后把它扔掉了 我更轻松一点 我没有讲 那你给我 给我们一个目标的行吗 你要什么岗位 刚才说他想做教育 我是想进行教育方面和传媒方面的 那是行业 但是到这个行业里 你自己做什么 岗位 我想做培训类的 或者教育类的 你做培训并没有优势 但是你前面的从事艺术 从事这些创作 有非常多的优势 你要把它扔掉 你不觉得可惜吗 我那时候也是年龄问题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 我现在是有点大了 也许我们会给你从事 既从事过去的这样的工作 有联系的 但是又不让你手工去做 比如说 我们给你一个美术指导 用你的这种艺术的感受 去指导别人 那这样不是一个更好的吗 这个方面其实与各大企业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毕业以后 本来是我觉得我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成功 去遇到很多企业的回馈 给我的心里 其实还是有一定创伤的 那些企业不专业 今天你的运气非常好 你遇到了我 又来了 我的说一句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社会上的观点 就是说觉得你什么都会 就等于你什么都不会 其实我每次冲击一段时间都是很专注的做一个东西 把它做到极致以后拿到这个奖 是这样子的 这恰恰是我的问题所在 你很优秀 这不用说了 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多才多艺 很多方面你都有发展 但每一方面好像你都没有坚持持之以恒的做下去 不管是设计也好 销售也好 差异也好 其实我们还是有合理的怀疑 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岗位 成绩任何一个工作 你可能过两三年 你又会受到的清零了 重新买过 这个不是 不会这样 这个与我是其实个人没有什么的 我总的发展方向 因为我们家都是搞教育的 所以说我想偏向教育这方面 你不教艺术吗 我什么都能教 只要国家需要我做教什么 我去教 其实 老板完全被他的这个原节奏带着在走 他现在是找个一个核心困制的一个人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他不是来求持的 他是个神仙姐姐转转 面对一大帮臭臭 你是来羞辱我们的吗 对 从你上台到现在 我感觉啊 你就像一个仙女一样 就下凡了 然后呢 感觉不失人间烟火 谁需要飞走是吧 对 所以立元 其实我很喜欢你 我也想给你个职位 可是我就在想 在职场中我们需要的是落地的凡人 可能我们不敢用一个仙女 因此我想 请你展示出你凡人的这一块可以吗 凡 别凡人就行了啊 就是凡人 就凡凡人 你现在已经不是仙女了 你都成神女了 你真的 你看现在大家聊的 都没有具体的岗位给到你 除了个别目的不成的啊 他可能什么都能给你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 就想听你说最具体的岗位 最具体 设计日语都能讲 哪怕各位 别说了 请选择 来吧 各位 说一下为他留的职位 加油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 我们集团的设计岗 设计专员 先从设计专员做起 设计专员 对 我们都热爱艺术 我也爱艺术 你也是 那我给你的职位呢 既可以把你前面的所有工作用起来 同时又是你所向往的 就是可以教育别人的 我给你的职位呢 是我们通灵珠宝的艺术指导 也就是说指导别人去做一些创作 好 小燕姐 丽元 我还是非常欣赏你刚才的那些基本功 所以呢 我给你的职位是董事长的艺术助理 来 这个唐总 我觉得你就挺多才多艺的 所以我们给的就是设计法 设计工作 很多比如说音乐相关的一些活动 海报方面的设计 对 好 听清楚了吗 思考一下 然后 放上蓝去 灭掉其中 两盏灯 哦 要灭神通军吗 灭刘家勇 我把神通军放过了 他会灭小燕姐 很干脆啊 都会不打 接下来有请 唐总 沈东军 谈前不上感情 两位啊 请输入准备给 成立员的月薪 唐总 唐玥铭 准备好了吗 沈东军 请揭晓 我想问那个国家音乐基地 很可以 工具可以加吗 因为我比较喜欢音乐方面 有 因为我出了薪资 第一 我们公司有薪资体系 然后第二 其实刚刚 我一直想问陈昊的问题 就是你具体来公司能做什么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教育或者传媒 我们是一些传媒相关的 但其实你一直没回答出来 你具体能做什么工作 然后提到比如薪资增加 因为过完试用期 其实如果你很有能力的话 薪资增加 这是非常正常的 肯定会 但现在可能 我们现有的薪资体系是怎样 那说一下你的薪资 为什么给一万 我觉得这是对艺术的尊重 我就知道他会这样为的 他就是没种族的人 我只问你一点 你们公司现有的职位当中 有艺术指导吗 现在事实上面是我在兼职在做 我需要一个在艺术上面比较全才 有感觉 有权情投入 有感觉 我得跟那个立元讲一下女生 因为他的设计体系 他刚刚提到已经成熟了 你作为艺术指导 去接力他的工作 去看这些艺术体系 你想那些团队人能听你的吗 不是 你还没看过来吗 现在东军是成功学导师 到他那儿就能成功 行了 选择国家音乐基地或者选择通明珠宝或者选择谢谢再见都不去哪有第三种选择 行吗 可以 来 等会儿 为什么 能问一下原因 其实如果国家音乐基地会到家一点的话 我就去国家音乐基地 立元 不管怎么样 虽然没有得到满意的职位 希望来菲尼摩尔署这趟经历能够帮助你 找到你满意的工作和职位 搭买你的才华行吗 我们祝你成功 也希望你快乐 可以吗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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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